十年有多久 120个月 3650天 7300小时 十年 我们经历了什么 我们就是想赚钱 就是创立一个能够营业的这样的一个企业 其实刚开始就是能够让人工在这里能够得到发展 让合作伙伴得到一些不错的一个回报 同时能够有一些客户能够跟着我们一起 能够转大 没有工商还有没有客户的时候 另一手是最难的 那Freddy他自己会去用方圆软件 我记得还是去画橱柜的图 那像我的话呢 就是传务财务人士都要自己去做 那Jerry的话呢 那个时候去接送客户 一天要开超过800公里 在十个月的时候 我们就做了一个澳大利亚 一个十几万人生的一个项目 抓住了一些机会的 我最想感谢的应该就是我们现有的 或者曾经在被负担努力过的这些同事 在这么多年来一直的功利 大家在这个行业内能够做出有一定的一个知名度 更好的让工厂来配合我们 我非常之感谢公司的一个帮助 是我们从零到一的过程 R3年做了一个产项120的酒店 向有客户开玩笑说 当假没有完成之后呢 要求我们去他的酒店入住免费 FPE其实有非常成熟的职业发展通道 一直沿着这道路往上抬就是 庆幸我们都坚持下来了 特别的感谢我的两个合作伙伴 Sara跟Freddy 这么多年来 他们的信任跟支持对我来说就是一种力量 我现在说2024年是我在公司工作的第十个年头 可以说是公司成就了现在的我 公司氛围比较好 就是同事的话大家都会互帮互助 我们只要在当天完成自己的工作 就是可以按时下班 清楚明了的公司结构 因为你来上班大家都是为了公司 她是很多人的女神和偶像 她说话会给人很温柔的感觉 我觉得她是一个非常具有包容性 脾气非常好 非常注重细节的一个老板 非常平易近人的一个老板 然后也是一个技术型的领导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有激情 就是精力非常充沛的人 就是她好像永远都不会觉得累 因为体验之后 我觉得不能从哪里面倒心 她也变年轻了 然后就是这种动力吧 学会到团队协作一起沟通这项目 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刨根问底 以及律师成庄能计 是一位有深度有温度的HIVP 努力且坚持 自己向上热爱生活 是有行动力的 然后不管遇到什么样的情况 都可以沉着冷静地去面对 BFP的下个十年 我们希望被复杂 自然还有被生 还有被幼家 都是能够精衡的一个发展 在未来十年里面 希望我们的项目能够开到越来越多的地方 然后当我们踏出去的时候 在每个地方都能入住到我们自己做的酒店里 我们成为一个 不一模更大的类似于集团这样子的一个上市公司吧 我们在世界各地有更多自己的代理 完整的一个生产线 然后研发中心 能有更大的一个队伍 有更多的新产品 更强 更多 更大 BFP十周年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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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